都说冰糖葫芦儿酸 酸里面它透着甜 咋的 这刚吃完造糖又馋冰糖葫芦了 汉哥 我跟你说 吃冰糖葫芦那就得吃草莓的 那个甜 甜 我跟你说不一定都甜 沈阳的小姜儿两口子就说 他们买的冰冻草莓它有点辣 我只是说我现在这边只接受权威部门 那你接受权威部门是啥意思 我不明白 我法盲 我不识字 我小学文化 你给我解释解释 权威部门哪个部门 你告诉我哪个部门 我去找哪个部门 对 你能接受哪个部门 你别我找完成本部门 你又不承认了 两人见面挺激动 顾客心里直喊痛 要问为啥脾气冲 五盒草莓寄心中 我是2021年1月27号 在那个广新顺芒花分店 天目上线超市 买了五盒冰冻草莓 是时间是大概下午四点半左右去买的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吧 然后买完了下午回家 当时给孩子打开了一盒 孩子自己吃了几口 吃了几口以后 他就跟我说说 妈妈这个味儿不对 因为我家孩子以前吃过冰冻草莓 然后我就尝了一口 也不对 就是特别辣 然后那个草莓是变脂腐烂的味道 草莓本身它就甜 主要配料白砂糖 经过加工怎回辣 不行 再开一罐尝一尝 一共买了五盒嘛 又打开了三盒 全是这种味道 全是变脂的 我看了一下产品的生产日期 是2020年11月21号 然后又看了一下保质期 是一年的保质期 产品压根没过期 这个口味啥问题 小江立马联系了这款冰冻草莓的生产厂家 然后我就第一时间给厂家打的电话 又确定一下这个产品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厂家也加了我的微信 然后也给我回复了 他说那个这样说也挺晚的嘛 第二天你跟那个超市的那个店长联系一下 然后再协商一下这个事 到底是超市储存的那个方法不对变质 还是说我们厂内的这个产品出厂都变质 储存方法 热线记者注意到 这款产品的名称就叫冰冻草莓 外包装上明确写着 需要在零下18摄氏度的环境当中冷冻保存 那么小江反映有问题的冰冻草莓 天幕生鲜超市 广兴顺旺花分店是怎么储存的呢 买回来的时候 这个草莓这个里边全都是化的 全都是化害的状态 然后一闻着就现在也是有那种发霉腐烂的味道 然后里边的那个枝叶都拉粘绳 然后一嚼它就有有沙沙的动影 就像就像那个说不好 就是就那个那个那个东西像变质的 就是一嚼回去就就有那沙沙的动影似的 就是你当时买回来的时候 这个草莓已经是化了的 对化了的 它已经是化了的 不是冰冻的这个状态 是已经是化了 但是还挺凉 小江说 这款冷冻罐头 在天幕生鲜超市 广兴顺旺花分店里 是放在普通货架上的 并没放在冰柜里冷冻 孩子吃完了以后 这东西是变质的 然后吃完了以后 当天晚上也坏肚子了 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是不知道 后来孩子吃完了以后 就是变质的 我去找到超市 那超市里处理那个态度什么 都非常让我气愤 他就说你爱哪高哪高去 就这个态度我是非常气愤 冰冻草莓放在普通货架子上 这啥意思呀 这家超市是冷酷啊 咱说这超市再不供暖 人来人往的 这屋里也有个十七八度吧 明明要求零下十八度保存 这温差一下就差了三十来度 这东西能行吗 这理货员是不认证吗 话也不能说死了 到底这个货在这家天幕生鲜超市 广兴顺万花分店是咋摆放的 出现这样的情况 店家为啥这么豪横呢 当时那天那个男店长要给你解决 底下那个 对 他说的不是他没解决 他给解决了 他说给退 我现在要求诉求 不是说退去 你的诉求可以 因为啥咱们吧 就是说今天电视台 两位就在这 你的诉求可以 你如果是真实说 觉得我家的草莓 你吃完之后了 就是说你发生任何状况 你有出去 你的相关的 这个这个就是说 证明是我这个 就我再加这个东西 引起你就或者孩子 或者你们有什么 那啥情况 咱们可以就是 我们我们是中间商 我们上去或者找厂家 因为这个这个东西 没有过期 就是我们这边 已经厂家过通过了 他这个草莓 给我来 他这个草莓啊 他上面有说 就是这个明确写明 是在这个 区域储存环境 是在零下18度 是写的 这个保管方法 零下18度以下 但是当天呢 我们这边消费者买的是 在那个货架上拿的 不是在冰锅里拿的 所以说 你听我说呀 这种东西呢 也不完全全放在冰 冰柜里卖 我知道 无论是放在哪 咱是不是保持这个 冰冻保管 零下18度 你说的我是买 就是说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那天他来的时候 我们是下架 正常正价 这个是八块钱一个 知道吗 我们那天来呢 就是服务员 也是正常 两块钱卖是啥 他就是处理 不管是不是处理 咱是不是首先 得保证这个产品安全 我也刚才了解了一下 问了一下 咱们下面的 这个素碗上面 咱们晚上是放冰柜里的 白天然后再拿出来销售 就咱们家这个温度 不能给它造成说 它这个东西是编纸的 当真这款冰冻草莓的 储存方式 可以先冷冻 再常温吗 这样的销售情况 生产厂家知道不 我们上面写得很清楚 必须得明显十把度保存 因为这是冻品 它不是说 像罐头类类的 就是常温保的 这个常温保存不了 厂家他说 他们晚上会把这个产品 放到冰柜 但是拿出来卖的话 会摆在那个台上 在这期间 这个产品会不会出现 因为这个保存不当出现变质 这个也不行 厂家的这个说法 热线记者如实转达给了 沈阳市天幕生仙超市 广西顺旺花分店的工作人员 此刻 一店之长的态度变了 这个采访 不是 厂家电话 我不接受采访 没采访您是哪个人的 不好误言 我说过了 反正我问题是 你们是在 然后我们是接受任何人 但是我不可能接受你们的采访 这样 希望你们也尊重一下 咱们 我不想跟你有任何对话 那你这意思是 你们 你们广心是 万华文在这个态度 就是你不接受赔偿 你也不接受调剂 对吧 你是这个意思不 我只是说我现在这边 只接受权威部门的给我的东西 那你接受权威部门是啥意思 我不明白 我法盲 我不识字 我小学文化 你给我解释解释 权威部门哪个部门 你告诉我哪个部门 我去找哪个部门 对 你能接受哪个部门 你别不说找为权威部门 你又不承认了 你说 咱当着媒体的门 咱们也是那个什么 咱们也是商家 所有的权威部门 都可以说说 对咱们这一块有管子 那我现在问你 你这食品店 是不是已经违法了 食品安全法 没错 按照我国食品安全法 第33条中 第6款和第11款的规定 非食品生产经营者 从事食品储存 运输和装卸的 应当符合保证食品安全 所需的温度 湿度等特殊要求 这个东西 我还是这句话 你们说是在你那个 在咱们家这块 但是我也了解了一下 但是咱们家所说的那些 跟咱们这一块 就是说也是说 没有那么吻合的对象 所以我现在保留 我现在这些话我保留 哪块没吻合 我不想再说别的了 我接受权威部门了 既然店长一直口口声声 说要找权威部门 于是热线记者跟小江两口子 把问题反映给了 沈阳市大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前进市场监督管理所 经过工作人员调解 天幕生鲜超市 广兴顺旺花饭店 愿意给小江两口子退款 并且给200块钱 这个结果 顾客并不满意 经过调解 商家愿意补偿200元 然后我接受不了 我准备走司法程序 然后为自己 维护合法权益 根据这个食品安全法 第148条的规定 消费者因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经营者要求 赔偿损失 也可以向生产者 要求赔偿损失 生产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或者是经营 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以向生产者 或者经营者 要求支付下款十倍 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 增加赔偿的金额 不足1000元的为1000元 所以我们这个案件中的当事人 是可以向出售商品 建制商品的一方 要求1000元的赔偿金的 现在这小江两口子 态度很坚决 一定要把冰冻草莓 拿到相关部门去鉴定 证据就是硬道理 这正是原价8块卖2块 打折产品别搞怪 这样存放可能坏 心平气和别见外